就是你现在回想当时这两首歌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境况下写的 它的灵感在什么地方 像拉萨你过去根本就还没有去过 主要是没钱去 这个回到拉萨呢是比较特别 是在我脑海里边盘旋的这么一个东西 大概半个小时写完了整首歌 那个完整的歌就在我脑海里把它记下来 弹出来 大概半个多小时 它是我写过的比较快的最快的之一的一首歌 但是是写我写过比较长的一首歌 就这样 所以在北京第一次录这个回到拉萨的那个戴萌小样的时候 是在北京一个叫音乐研究所的录音棚录音 那时候我没出名也没出唱片谁都不知道我 我唱完那个小样在外头休息的时候 音演所那个录音棚的负责人过来了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他说兄弟我刚听你录这歌我特喜欢 说我是学作曲的 你这个歌你的曲是发展的很有特点 你在这一段是这么变奏的 很特别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想问问你 你是怎么想到要这么变奏 我当时回答我说哥我真不知道 我说我就这样写了 然后所以就完全是一个纯下意识的创作 天然的创作吧